《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二節 先出一張照片 我下午看到一宗法庭的新聞 有警隊KOL 指稱警司 海港sir 他甚至自稱自己星座 巨小王子 你看他那一堂尾 梳這個 六四去分析 都挺有型 這是泛話來的 最新判了案 說他隱瞞警司身份 正等於很多警察被拘捕 欺詐就是這樣來 製造一個假象給人 從而騙錢 就是欺詐 就是為了欺詐 偷搶 大家都明白 搶就拿了你 都是直接拿了你 但是欺詐你要安排一堆東西 一個故事 或者一個場景 好像戲劇那樣 而你進入去了 在過程裏面 他就騙了你錢 這些為止是詐騙 欺詐 我回應網友阿威爾的主持 不講特務案子 不是 主媒 不過特務案子聽回昨天第二節 講到我快笑到拍戲 那三個的犯錯 亂來的 直接由這個 倫敦 金融辦出糧都有的 第二遍 好 這樣就講回 海港sir 好像那些警察 被抓了 你做甚麼 一人不帶給我公務員 他隱瞞警司身份 詐騙了超過2600萬的案件貸款 另外一名前督察就串謀 結果他們不認罪 海港sir就判六年判 他同袍前督察王汪毅 就判五年 國官就說他們是明顯意圖隱瞞 其實看這些欺詐罪 隱瞞自己身份 納些錢他回來 六年判算不算重點 Fair 嚴重罪行 最高是十年 所以他都是合適 判刑合適 雖然合適 對於相對於頂角水村 坐了幾年的人 他不過份 還有今天我想說一件 你案白都說想提 說一些背景 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話說早兩天 大陸國台辦 新聞發佈會 發言人叫做陳彬華 他說 我們將會出台一些法律措施 依法打擊 如果要跟他說話的出道 就是依法打招太多 就死了 用廣東話翻譯 依法打擊台獨分子 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的犯罪 他說 有五個台灣名嘴在佬作 假信息 假信息是什麼 假信息呢 他說大陸人窮到 連茶葉蛋什麼都吃不起 他說這五個名嘴分裂就是 黃細春 李正浩 黃宜川 于北辰 劉寶傑 他說他們妄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足以變成大陸虛假負面的信息 透過電視網絡 保安等媒體大肆傳播 想蒙蔽他們島內的部分民眾 挑動兩岸敵意對立 傷害兩岸同胞的感情 他說大陸將會依法對上屬五人 和他們家屬實施懲誡 這就是這件事的背景 我想問一下黃伯 當他五個真是很壞 作假 假信息 那關他家人他什麼事呢 為什麼要發賣他家人呢 連作法 連作 這個不合中國的法律部店 我們不關事 是 即是美國的制裁都是這樣的 不過就因為你的家人可以帶給你錢 所以制裁了 但是他家人去旅遊就不應該 即是你 我想即是 我這五個人裏面我四個時時有看的 除了黃耳川 其實那個人不是名水 其他四個就是很成功的新聞媒體人 即是劉寶傑他是主持人 黃細聰就是財經宣家 他是記者 即是他介紹 兩個人都做節目 那個關鍵時刻 時時都看 其實很好 只有一個是評論員 即是那個李靖浩 他的立場是什麼 六的 諸如此類 另外一個 講軍事很好的 于北辰 很厲害的 即是這些我 即是日日都看的 是 好啦 他們很開心 即是見到他這兩人 個個就拿了彩 是 其他那些名嘴 個個就罵鬼 我們為什麼不說我 為什麼我沒有份 你少看我 是吧 大陸 喂 這樣搞不行 幾乎要抗議 這樣 是 那 我真的不明白 可能近五二零 大陸弄了一件事 我的感覺就是 即是如果香港有學他 我們都麻煩 但是你估計 希望李家超和鄧炳求不要太瘋了 那 都說你要製造假信息才行 首先他沒有立假新文化 也都說暫時不會立 嗯 第二如果你要假信息 那文匯大公 當然他不會拿正他來做 如果拿正來做什麼 文匯大公那些 他死十世了那些 不 就算假信馬上去台灣 那就影響你大陸 誰叫你那些外國的粉絲 紅粉 翻牆去看 據說他們是非常之受歡迎的 因為說話就好像我們的 舊處 我們都很危險的 我們應該很受歡迎 放在廣東省地區 即是我們影響不到北京 十幾億人 我們是深圳廣州 可能還有些粉絲 可能影響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未被認真對付 未被懲戒 他現在所謂懲戒人 給他回去 那 影響了國安 我真的不知道他那個邏輯是怎樣 其實他可以怎樣懲戒 那你再過份又不行 你是不是通緝他 那政府比較厲害 說通緝就直接通緝了 去海外 如果你多聲氣的話 但他都暫時抓不到人 甚至不會抓他 不讓他入境 那別人都說 我都沒有說要進來 那可能不可以上去 這個都是一些少少損失來的 但實際上又不算很大阻嚇 李家銷說美國制裁 痴之以鼻 我最多不是不去美國 甚至公職員的身份 我最多不是不去 你想想 美國可以制裁為家人 但他暫時對林鄭要去 他都沒有這樣做 歐盟都沒有 所以林鄭其實是去英國的 是不讓他走的 歐盟是沒有制裁 美國制裁林鄭也沒有制裁家人 李家銷隊可以回英國的 他有英籍的 反而大陸他這下是 一開始講得明白 連你家人都要厭情買 關於他的家人是什麽事呢 這下有趣的 那個人有一個把口不好 免得你來歌聲 那他的老婆子女純粹來旅行 來讀書 光顧你 有著迷你目睫底 那你也沒有理由懲戒 他的家人 搞文革 所以中國人 小龍不小龍 那些法治 不是法家 法家都講清楚 有法律依據 沒有法律依據 這些不需要法律依據 所以他說一段於法 法家講一段於法 你很清楚有法例 那為何有法例 因為你一條法例 你起碼爭一輪 一般人會討論 不公道 不可以 可能爭不了律法 但你這些不用的 掌官意志 可能是破台版的叔叔 自己想想想 懲戒他 發了個指令 不讓他入境 那你說 討論出來 你便變成自己 當然也被人說你 我相信對台灣 對陸黨是好的 講了不久 叫你不要相信一個兩制 現在你就見到 他未管到台灣 已經這樣了 這樣的嘴唸 真是反面教材 對於外資 他再看你間諜化 那些外資 對你也有少少是卻步 你還要搞這些連作法 雖然你說是對台灣 他會不會 你對付一些外資 說裡面有一些間諜的時候 又會連作法 連外資 其他人 即是你國人黨 有些人還幫他 收一個兩制 還要買英九呢 麻煩你看一下香港 即是我們的情況 即是這樣 將來你便會一樣是這樣 是吧 即是你當中人不一樣 提醒了台灣人 要更加支持民進黨 就是這樣 即是你幫他祝賀 好像今天說 現在以後 台灣的賴清德 台灣的不准叫總統 或者領導人都不叫 現在好像最新的 香港的媒體是這樣的 那你台灣人看一看 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已經變成 說句話都不行 當然還有我們這些 但他未必有機會聽 因為他都不懂聽 所以我們安全 就是因為我們影響歷勢 如果你影響大 蓋了 我和你都是不應該存在的 那當然 你說他蓋的 最近他想蓋月明光 發言都頒了 臨時禁制令 雖然去到 youtube 都算是不給你面子 有三十二個版本 只有三十二個版本 其實有很多N的版本 給這個 演奏過那個 他有彈琴的 博卡卡又有一個彈歌 在某些地方 即是香港 大陸不用說 根本你翻譯才能看youtube 就看不到 搞到湯家驊一些都很興奮 你這樣youtube做是不夠的 可以隨時告你藐視法庭 甚至有 即是講到 再不是 你youtube的負責人在 google一些 我拉你香港員工他都可以 youtube就說 這些是會製造 韓善效應 管理人襟弱韓善 哇 看不到你這些 你他在哪 即是湯家驊這些 他都似乎是念念作法 正等於 好似剛才說的這件事 那google一些員工 他關甚麼事 他不是決策人 譬如我做reception 我做掃地 拉我做甚麼 總有些人可以拉的 不是 湯家驊不是那麼沒有法律智慧的 11個來的 排11個 我覺得他是高級黑的 高級黑 即是 即是 正在笑著 林定國搞這件事 你記得他開頭 他不太欣賞 即是申請這些 因為很難的 他知道的 但現在反而 搞了這個 禁制令出來 他就好像幫你講大些 告他 告他 你明知道他告不到 快點告這個 我支持 立即告youtube 和他母公司 google 廟視法庭 我看到一件事 那32條 你想不想聽回 現在我們原來 隨時可以依然聽到 是 即是在別處 按住 不是 還是在youtube 做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在youtube 右上角 拉下來 地區那裏 你是選了香港 你需要 改一改他 選台灣 那你就 就可以了嗎 是 因為他是 平閉了香港 這個地區 不能播放 youtube就是這樣 但只要你說 我不是在香港 我設一個在台灣 我當我是台灣人 在香港 那你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我昨晚洩了 我這次昨晚洩了 藝德國那32條 名字是甚麼 Lesson Avon 榮光 Lesson Avon 那個字 他說明那32條 那32條平閉了 但是我現在設了台灣 我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很疑心 就是想起那個 就是現在拘捕那三個 就是說 間諜 就跟Matthew說他手機 嗯 因為就是 我說他犯了些甚麼錯 我都約會他講一下 第一就是 沒有理由你們做這些 非法的行為 那出糧 是由這個經貿辦直接 用經貿辦名字 寫他們的名字 直接出糧 這個已經很容易被人一查他 第二 事前是大家 是沒有計劃好怎麼做 去到星球 他不是在家 貼張子說要查你的電箱 那整條街都要查 那為什麼其他原居沒有貼 那值得我有 那別人不信你 第二天他再去 那查電箱不信 說他漏水 就進不到去 就隨便倒些水到地上 就說你漏水 敲門人家不信了 但是人家在那裡 再想一些新招怎麼算 再多倒些水 那你還不信 人家就報警 警察他來到 可能以為你知要 害怕到完全沒有間諜應有的鎮定 把手機塞到他的底褲裡 結果警察就覺得你可疑了 查完這部手機 又發現第三個 叫Matthew的手機 就有監視羅冠聰的報告 但是他又拍很多羅冠聰的相 去到法庭發覺 全部都不是羅冠聰來的 後裘其一個黑色頭髮的四眼仔 就說羅冠聰了 這件事就等於 這位特務是警司 退休警司 還要Ratfield 還有前軍人 打過阿富汗 打過索馬里海道 他連最低的保密 即保密的技術都沒有 你全部都在那些資料 你想人告不入都難 你留下所有證據 給英國警方 真的很容易破案 這個會不會就是香港政府特區政府的聲明 是很柔弱的那一關呢 最慘的就是 我們說美國特務在香港 什麼台湾特務 香港人做美國特務 查了四年一個都抓不到 一個案子都沒有 查密文的樣子都這樣出來 如果人家在英國 蘇格蘭裁兩東西 就抓了你三個香港人 證據確鑿 還有我覺得這些真是貧黨 你想想他一個卓榮 去到英國就找 袁崇彪因為他的朋友來 可能根本他們都沒有受過這些訓練 隨便說兄弟 吃飯 這些又飯 香港政府的錢 九萬多英鎊 大家一起找 我們沒有經驗 隨便而已 那人收數監視 有多難 結果就糟糕了 一糟糕了 香港政府 原來這麼嚴重 你見 完全收起戰狼的後問 你英國可不可以給他一些資料 你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 哦 哇 人家練造 局局也要這麼說 香港政府直接不敢練造 是中國的署營 他使館 香港政府說 你可以多給我一些資料 我會確保 我們的當事人 有合理的他對待 是合理的 就是律師 保釋了 沒有困住他 沒有困住他幾個月 好像李志謙 不認谷到他認 是吧 是 就是我們國安的錢 原來是用在這些 就是他們的退休人士 就是 口流明目 就是這樣分了香港人的錢 就拿去英國 那群退休的警察 還有昂伯難怪 那些經貿華倫敦 花了三千多萬 下年那些四千多萬 原來那些錢 都有差不多一百萬 沒有三條費用 這個不是在這裡出的 是在國安出的 不得了 不會在這裡出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出糧 就是他出的 那個牌頭就是他 是經理 是吧 一個退休差佬 做了經貿辦的經理 他十九個職員 在倫敦經貿辦 有十四個是 什麼名字 政府和公務 很奇怪 那些是特工 就是 如果是以前 為什麼可以不公務 以前你看SB 就是政治部 英國佬政治部 九七年都走了 如果是那些 可能還懂得怎麼做 二十幾年來 香港政府的警察裡面 是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 防疊 就是反間諜 就是沒有這些訓練 也都沒有這些工作 也都沒有這些準備 是 所以現在臨時臨急 我想中國就沒有靠他 中國有自己的國安系統 有自己的特務系統 是 但是現在幫他訓練 就搞出這些事情了 他們就自己關照同學 退休 警察裡面的人 貼公帑 賺錢 這些事情 隨便在高人街 當然是找個古學仔 比他厲害 就是要去找資料 是 真的 我和你業餘去做 都比他厲害很多 是 是 鎮蔭 還說什麼 好像六點半 我們回來家 六點半時 說收工 這樣也可以 你做特務 誰說他收工 二十四小時 站立 不過現在都七點了 今天很感謝昂伯他上來 尤其是 你看 給了很多 這些法律的知識 給他分享 都令到我們 獲益良多 感謝昂伯 我們這一節差不多了